零临北港朝天宫发起的 环宇妈祖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在昨天举行了授旗交接仪式 当时其实包含了这个柯文哲 侯友宜先后都有到场来祝贺 只不过呢 真的是有点尴尬的场面了 因为民进党的中常委 就是前国策顾问黄成国 受聘该协会的总顾问 结果跟同台的朝天宫董事长 还有侯友宜在同台的时候 他就比出这个OK的手势 好随后可能觉得这个手势啊 好像在支持侯友宜的三号 觉得不妥最后就尴尬 把这个手收回来了 好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赖清德 他的万里老家违建争议持续延伤了 这回是有网友在Google地图上呢 把这个该违建设为打卡 点名为赖皮疗 而且还被标注为宗教圣地 好目前评价是2.5颗星 附近呢有一座绿地呢 也被标注为赖皮公园 当然立刻引发大家热烈讨论了 网友直酸啊 福地福人居宗教圣地也太传神了吧 好当然呢 现在已经被在Google地图上 被命名为赖皮疗了 好一度呢 还被网友狂刷评价到五星耶 当然是热议不断 好但是呢 没有想到这个打卡点不久之后 竟然是遭到了下架 PTT相名直呼 这一回真的是被歌林部突袭部队检举了 拆除如果真的有这么迅速就好了 应该是太快被删掉了吧 有人说呢 我连朝圣都还来不及 好我们来看到 这是民进党台南市立委参选 陈廷飞17号这一天 举办了进总成立活动 总统蔡英文跟民进党的总统候选 赖清德致辞的时候都强调 台湾没有绿电就没有台积电 台湾人民的生活需求也很需要绿电 南台湾呢 拥有日照优势跟进步的科技 跟其他国家相比 是有良好条件发展绿能的 绝对不能够走回头路 好赖清德10月份的时候 曾经到了新竹阳明交通大学演讲 但是爆出了该场地未开放政治活动 主办单位台湾科技法学会 却取巧违规借场地 只是为了帮参选逐室立委的 这个科法所的教授林志杰博生亮 好因此包含了 侯友宜跟柯文哲阵营都痛批了 绿能你不能 恐怕成了公民教育负面的素材 好赖清总则是澄清了 赖清德是受邀参加 一切尊重校方的规划